食品科學概論 食品科學概論是一門很有挑戰性的課 尤其是裡面的食品創新計畫 配合老師上課講的內容 還有小組之間的討論 讓我們有更多新的想法 像當初我們把品科羊魚片改成羊魚球 然後把它倒作罐子裡吃 打到我們所謂的不沾手的概念 然後後面在做簡報的時候也要考慮到聽眾 讓他們能快速了解知道我們所要說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計畫就是在盧梭老師上課講的內容 也讓我們可以大概知道未來四年會學到什麼東西 把未來的課程結合到我們計畫裡面 能夠在大一體驗到這麼有實際的報告 過程中有許多挑戰但非常有趣 那東海實測器分為三大禮 環禮、科技及安員 那為什麼要涵蓋這三個範圍呢? 以下唯一養樂多的故事來討論說明 有一天維生物專家發現了對人體有益的乳酸菌 於是開始思考 要怎麼樣讓大家都能吃到這樣的好東西 一般鼓勵之後 養樂多那次產品就誕生了 但是呢要怎麼讓大家知道 集購買 網路行銷及購物是現在非常常見的方式 當購買量上升 產品需求量增加 以前稍稍的做簡單、輕鬆 但當一次要做一千多瓶的時候 就要導入大型加工設備才有辦法 就像煮大鍋水要煮得比較久 這麼大量的養樂多 也不知道要煮多久才會好 因此 就要在過程中 隨時檢驗品質及安全有沒有發生問題 吃了會不會拉肚子 此外呢 在生產大量化後 管理就變得超級重要 原料要怎麼採購 生產流程要怎麼排 及運送過程中是不是有保持低溫 讓產品可以安全地被送到消費者手上 這整個過程呢 都不斷地環繞著管理、科技及安全 而這些都是老師們在這四年中 會許趣間諧地交給我們的 我要分享的是 我們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 所參加的一個活動 由紅圈國際集團所舉辦的 飲料包台創意競賽 那我們會知道這個活動訊息 主要是因為西上老師的大力宣傳 還有鼓勵之下 然後我們就去報名了 那這個比賽它主要有分兩個類組 一個是創意造型類組 一個是功能應用類組 那我們是很幸運的 獲得功能應用類組的金牌獎 其實在我們整個比賽的準備過程中 有非常多的困難 因為一開始我們很有熱忱 可是我們沒有方向 所以我們就想很多很多天馬行空的想法 像是可以吃的寶特品啊這種 就是可行性很低 所以我們在跟老師討論過後 就被打槍了 那老師是希望我們可以 試著從生產者 還有物流業者 還有消費者三個角度去分析去探討 考慮比較多現實面的問題 那它也以回文針做舉例 然後告訴我們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它可以做一些巧思一些變化 就可以變成為大家帶來很多方便性的發明 所以我們就從老師這個方向去開始構思 以及討論 最後也讓我們順利的完成了這個比賽的參賽作品 那我覺得這個比賽有一個很大的特別點是在於 最後進入決賽的組別呢 除了我們是食品科學系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設計相關科系的 我覺得我們會獲獎很大的原因 是在於我們有認真去考慮到生產 還有成本這些問題 那因為這些東西其實平常系上都有教 然後我們也把它應用到比賽當中 其實就讀食品科學系 尤其是東海的食品科學系呢 它教的絕對不會只有加工或是檢驗啊 這些東西 它還有拍很多很多就是多元化的選修課程 像是食品流通、包裝、管理還有行銷 所以在這裡你絕對不會只舉現在很快 你還有很多發展還有很多選擇 可以去做發展然後做出你未來的規劃 那像我們系上呢 也有與日本大學做交友的機會 像前一陣子 關西地區的鳥取大學也來我們實驗室做參訪 那他們來的老師以及同學主要是做固類的培養 像我們實驗室也是以固類的培養 以本系為主 那我們主要就是以菌種接種到不同的機質 像是茶葉啊、咖啡啊或是類等 上去培養 然後增加它的精神性成分 那他們的主要就是以植食體的生長為主 可能種在戶外、樹幹上 或是直接種在土壘來做生長 那除了實驗室的交流以外 我們也有帶他們去參觀夜市的文化 像日本是沒有夜市文化的 所以我們就帶他們去公甲夜市幻化 吃些他們當地吃不到的 想吃豬血糕啊或是吃臭農夫等 台灣想吃 那在最後的幾天就是我們有以 英文報告來互相交流 我們這個學校實驗室在做些什麼 但是不同的領域的實驗以及不同的 文化或是我們學校的介紹 那在途中呢 因為全程都是用英文報告 所以我們覺得說 就是可以藉這個機會呢 增加自己的考書的能力 然後也就是交更多的朋友 像海外的朋友 然後多增光見聞 就是知道他們跟我們不同的文化 那因為時間還蠻短的 所以他們老師希望說 我們還可以再做更進一步的交流 所以也要請我們暑假呢 有機會的話可以去 他們要去大學做採訪 其實各州是戲學會每年最重要的活動 然後我們會透過學長姐的帶領 由大二去規劃 然後大一去執行 大家會投進協力去完成這個活動 那在執行的過程中 就是我們會包含原物料採購 新產品開發 預購 行銷 配送 跟販送 等等的過程 那在執行的過程中 同學會應用到一些加工的知識 也會透過我們的新產品開發 應用到一些行銷跟產會的一些知識 那透過團隊的一些互動跟協調過程 我們會加深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那在執行跟籌備的同學之間 會有不同的想法跟意見 那我們會去學如何站在別人的立場 思考事情 也會去想如何去凝聚大家的相信力 讓這個活動圓滿的結束 那除了職科中這個活動之外 我們系上還有職科之夜 歌唱比賽 戲錄等等的活動 這些活動都是藉由學長接門 去帶領學弟妹們 讓學弟妹們能夠更快的融入班級於系上 為了能夠讓大家有固定的運動習慣 為了能夠讓大家有固定的運動習慣 為了共同的目標 為了贏得比賽 大家一起練球一起奔跑 互相加油打氣 互相討論怎麼讓球隊變得更好 我們就像一個大家庭 彼此幫忙一起成長 即便在生活、課業或者是感情上 如果有問題大家都會提出來 然後大家一起幫忙出主力想辦法 可能家長會問打球隊未來又沒有什麼幫助 但是在這其中 我們獲得更多的是忍受挫折的能力 與一群同甘共苦的好朋友 儘管練球比賽很辛苦很累 但我們連續三年都獲得校冠軍 這樣努力過所獲得的成果 大家都更加的珍惜 一般大眾現在對於食品安全的衛生觀念逐漸提高 而身為專業食品人的我們 必須要發揮自己的力量 將正確的食安觀念傳達給大家 因此很榮幸與中布什索大專院校 與衛生局一起合作 展開校園周邊的餐廳輔導活動 那在進行餐廳輔導之前呢 我們會將GHP內容進行稍微的調整 包含器具、人員、衛生衣、用餐環境等 讓店家能夠更容易的執行 那除了餐廳的輔導之外呢 我們還有到協助政府來進行食品 業者的類別登錄 讓業者登錄屬於自己的類別 然後讓消費者能更清楚的知道 店家的類別是什麼 更重要的是我們孩子 校園附近的國小 然後來進行食安教育的宣導 讓食安的觀念從學童到大人 都能夠獲得正確的食安資訊 當然過程中會遭遇到一些辛苦 但是經由老師的陪同以及同學的一些討論 然後也順利的完成了食品業者的輔導活動 那希望大家一起加入這個食安青年軍 一起將正確的食安觀念傳達給大家 然後發揮自己的力量 讓食在安心絕對不是一個口號 而是真正的來實踐它 專利研究是在大三這一年分上下學習的課程 能夠依照老師們不同的領域 去選擇自己有興趣的研究方向 學習課本外更深入的專業知識 前期會閱讀大量的文獻 並和指導教授討論找尋自己的研究題目 到後者的話會著手進行屬於自己的研究 製成一篇論文 系上主要分成兩組 科技組的話是進行微生物、細胞培養 或者是新產品開發等進行實驗並研究 在管理組的部分的話則是進行問卷調查 數據分析及企業參訪等並研究 那在一個過程裡面可以練習到以下四種能力 第一點化為專業能力 因為會閱讀大量的研究文獻 認識了很多實驗方法及結果 使得在食品的專業能力上提升了許多 第二點化為規劃 因為自己的研究從一開始到結束 都是需要自己去規劃和掌握 包含規劃時間及進入等等 第三點為自我要求 對於自己研究的完整度都是出自於自己的努力 老師只會從旁輔助 但主要還是都要靠自己來完成 第四點為溝通 由於實驗室大家都會在自己的實驗 做自己的實驗 有時難免會卡到儀器使用 這時需要去溝通互相協助 以及和對上老師的溝通很重要 讓老師知道要怎麼樣才能幫助到你的實驗 總之系上老師們提供了許多的資源 讓大學生能夠提早進行實驗室進行研究 找尋課本以外更豐富的專業及非專業的知識技能 系上也有五年一貫的制度 當初會選擇的原因主要分為以下三點 第一點能夠直接熟悉系上環境資源 以及和教授之間的默契 不用再多花一年一學期去摸索 第二點也能在大三專題完成之後 大肆直接銜接縮液的課程及實驗 不會有空窗期的問題 第三更易能把握時間做實驗 提早一年畢業且有講學進制度 因此結合以上讓我放棄去就業 及考選其他學校的研究所 選擇了五年一貫繼續攻讀碩士大學 主要分成海內跟海外 主要分成海外 或者是海內的部分 那在我們海內實習 比如說有政府部門的食藥組 或者是農業實驗改良所 那在一些企業的部分 比如說有統一企業 菜賽企業 或者是聯華食品 那我所去的地方 是在葡萄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那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是大三升大四的時候去 去的時候實習總共兩個月 那在那邊 那邊的學長學姐 就會幫我們分配好工作 然後讓我們實際的去學習 他們的一些研發部或評管部相關的 一些是真的跟他們去工作 然後實際的去學習 比如說我學的工作是 如何去養細胞 因為我去的是研發部 然後我要去學習如何去培養細胞 然後去觀察那些細胞 是不是可以應用在 跟他們的喉頭菇素做一個結合 可以真的應用出他們之後的 產品的研發上 那我覺得去實習之後 發現一件很不一樣的事情 是你所學的真的會應用在你將來的工作上 不像大部分的人說 你可能學的大學生 你學的一些東西 在你之後的企業 但你很多都用不到 那讓我覺得說 我真的有應用的感覺 所以我會非常鼓勵大家 之後可以走實習這一塊去試試看 謝謝你們 我在中國杭州旺貌實習 實習分兩個階段 一個是生產線的觀摩 一個是拼保鋪的實習 那透油實習的話 可以更加深課程數學的部分 然後發現不足並且補充它 那因為是在不同的部門實習 發現到不同的部門 因為立場不同 溝通上的障礙 像是拼保人員就會希望 維持品質 那作業員需要去定期的清潔 跟更換手套 那對作業員而言 這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 那我們 呃 勾控的技巧就是 直接跟作業員說 可以藉由去上洗手間 或者是 呃 喝個水的方式 去更換他們的手套 或者是 做清潔等等 那在拼保部人員部分 就可以直接跟他們說 呃 希望可以調整到一個 適當的抽驗頻率 讓作業員也不會覺得 太麻煩 而可以配合 那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達到 兩邊都可以接受的狀態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 海外實習 因為地點的不同 可以接觸到的人更多 那更多的不一樣的人的時候 溝通的技巧跟應對 就會有更多人的方式 那這一部分是可以學習的 那再加上 因為我們的實習都是由 學長節帶領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去學習 是怎樣的學長節 具備怎樣的條件 而讓他們可以在海外的工作上 游刃有餘 所以我覺得海外實習 是一個很棒的機會 那我現在要講的是 企業小節實習 那企業小節實習 那企業小節實習 主要是 讓我們在學校所學的 一些基礎的理論 然後跟企業的實際的 現場作業來做一個連結 做一個強 做一個連結 那其實在企業所需要的 一些檢驗方面 可能都是需要一些低成本 或者是時間很快速 就可以知道結果的 一些檢驗方法 那可是在學校學的 可能就是一些比較繁雜 可能準確度比較高 可是企業不需要到 那麼準確的東西 那其實怎麼樣 在一個平衡點上面 然後先去瞭解企業所需要的東西 這是一個我覺得 這是企業小節實習 所最主要讓我們了解的 了解到的 然後 再來我想介紹一下吉康 吉康的話 我們從原料的 我們在除了平保之外 我們都在現場去進行作業 那其實在從原料的進貨 然後到一些它的原料的前處理 跟它的保存 再到它的加工製成 再到它的後處理 後處理 冷凍 主存 再到出貨流通 其實我們都會 透過我們這個吉康的話實習 去了解到它的 整個產品的製造流程 大家好 我是梁志鴻 東海實科第七屆畢業 目前任教於東海實科系 第十四屆畢業者 我叫白宜鴻 我現在擔任 國際系業行銷業務部經理 我是許得成 東海實科第七屆畢業 我在正方公司服務 嗨 我是邀建宏 東海實科第九屆 我在群創光店 品質管理中心 我是大宜萱 我是東海實科第九屆 我是東海實科第九屆 我在群創光店 食物食品做食品技師 各位學弟妹 大家好 我是洪欣怡 那我99年 畢業於東海大學實科系 101年呢 畢業於東海大學的實科所 那現在任職於 葡萄王生技的 評寶部副特長 各位大家好 我是景欣 我是東海實科90級的學姐 我現在是任職於 日商實品工資 擔任業務 嗨 學弟妹好 我是東海實科第三屆的 許太宜 目前在台灣機系業工業業服務 大家好 我是李恵娟 我是東海實科首 第十屆的畢業生 目前在教育 是職業工資 我是劉錦雯 東海實科第七屆 探心科技創辦人 兼總經理 我是李依倩 東海實科第22屆畢業 我目前擔任業務部協理 我是曾群凱 東海大學第23屆畢業 目前擔任業務部經理 我是許孟涵 東海大學實科系第31屆畢業 目前擔任業務專員 我是王瑜杰 食品科學系第23屆畢業 目前擔任廠長 我是陳志玲 東海食品科學系第26屆畢業 目前擔任平保護副理 我是蘇韋庭 東海實科所154年畢業 目前擔任平保護研究員 我是何建良 東海實科第28屆畢業 目前擔任研發部研究員 台灣的四漢 以後我們東海實科來把關 好錘 東海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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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